中共的心态和本质就是地痞流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仿冒成国家形式的黑社会组织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顺风访台离开后 中共随即在台周边进行军演 让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忍不住又开炮 更决定豪洒30亿捐助国防 所以今天我宣布了将捐出30亿新台币 大约1亿美元来协助加强国防 并希望唤醒台湾人不贪财不怕死 希望抛砖营聚唤醒大家在认知战心理战 以及舆论战加强战备30亿怎么用 包含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出版反共专书和各类影音 办理揭露中共对台统战渗透活动 以及反制中共对台网工害亲活动等等 台湾有些人是鸵鸟派 认为只要把头埋进沙里 不去惹他们 对岸就不会对台湾动武 最糟的是赞成统一 以为统一以后 可以实现充满排外意识的 所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既然不是说要什么统一 是你要不要做流氓 这回解放军大动作军演 同步也进行贸易限制 但对于台湾半导体地位 曹新成还是很有信心 自主经营的公司影响不大 那么台湾电子业半导体业 历经过许多的国际情势动荡等等 其实都可以应付过来 前前也提到台湾若有难 中华民国籍的儿子会回来搅供 如今两岸局势紧张 儿子回来吗 对我两岸现在都在台湾 曹新成话说得重大胆表达立场 说自己就是讨厌中共 炮火猛烈后续效应 肯定会继续延烧 体育别新闻一山群姐特别报道 2020年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这惊天一握震惊财经界 我跟张董有聊什么吗 我付出身体健康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在半导体界叱咤风云 如今渐渐隐退也有了新嗜好 慧眼独具担任热丛堂堂主 收藏多件古董 更被列为全球百大收藏家 他是五彩青花五彩 这是明代瓷器五彩与藻纹盖棺 也是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曾经的收藏品 2017年在香港家世的秋拍 不到五分钟就被以8.2亿成交 相当于身价翻了三倍以上 外界传闻曹新成收藏品 堪称小故宫市值达百亿 如今因为大陆对台军演 霸气宣布将捐赠一亿美元 加强国防 以让大众好奇曹新成 神秘身价 曹董的身价多少 连财经专家都难以估算 不过从资料上来看 2008年曹新成其中一件古董 以6500万港元拍出 再加上2017年的两件 身价不断翻倍 但立场从清中改成反共 还曾说过自己是外省二代 生来就有反共基因 中国大陆的投资也遇到了一些 瓶颈跟困难 是不是也造成了他 本身的反共的基因 更加的扩大 75岁曹新成 其实出生在北京 一岁半后跟着父母来台 2011年因为建案诉讼 和新加坡政府邀请 入籍新加坡 放弃中华民国籍 曹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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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曹新成这次卫台发声 新党也到联电门口抗议 但联电5号股价持续红盘 收在42元涨幅近6%差点涨停 拉台联电声量同时 也让曹新成再度成为话题人物 TB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